今天晚上的時間 蜘蛛圈體 蜘蛛圈體回家了 我愛什麼 還有 你知道蜘蛛已經在的特上最早 特上也可以是這樣的 你覺得好久 我好像有拍照 我觉得它是没有显示 所以它从无凡田叫我来搭JR 所以我就跑来JR 我们好不容易走过来 才发现它上面又写它的钉子 所以我们现在去青树 又要再搭回去大旗 跟昨天一模一样的 很蠢 现在就放弃回青树了 我们打算去六本木号 这好远哦 无尽头 结果为了搭电梯走到一个很远 离六本木也有很远的出走 六本木真的很熟悉 这些石头这些电竹 真的来很多次 结果我们五点半来要排队 前面有应该四组客人 很久很久以前 在六本木舍的时候都不用排队 而且它是不是换位置啊 然后对我第一次去哈巴斯 我还遇到那个托语 你看我超惊讶的 可是人家在直下午茶 我总不能过去打扰人家 那次我真的超级惊讶 我们这次点了三个蛋糕 可是没有最基本的那个草莓鲜奶油蛋糕 那我现在吃我的起司蛋糕 它整片都像是奶油的样子 它的起司是比较酸的那一种 还不错啦 可是我觉得它的奶味是比较淡的 酸感比较明显 这还没吃到什么东西 这整体现在还有一种很像优格的感觉 我觉得 但我觉得这个起司蛋糕还好耶 看起司蛋糕看起来就很像草莓蛋糕 就是它上面多加的汉莓 然后结果它还说里面它有白兰蒂 白兰蒂超重了 可是我觉得很好吃耶 我喜欢这个 是吧 是这间店鲜蒂 哦 那我觉得可以点这个 而且它这个可以有配 它上面的起司 那两果鲜奶油 是一般的鲜奶油 不是白兰蒂 所以它的一般的鲜奶油还是吃得到 羊东享受 嗯 鲜奶油还很好吃耶 刚刚仔细之后才发现 它其实是蛋糕 来 白兰蒂还是以前鲜奶油味道 我觉得它白兰蒂在最影响用的时候 好那我现在吃那个草莓慕斯 看啊 我们又喜欢那个慕斯的口感 你不喜欢草莓啊 对啦 可是它有点泡泡感 你不知道奶油还是好吃的 就是它奶油还是好吃 可是那个慕斯是泡泡感 还是想要吃原本的 或者是这个新点的 这个羊鲜也不错 之前我还觉得那个黑白巧克力也不错 然后喝大姐 走吧 吃宵夜也要先昨天的 我要吃宵夜 我要吃宵夜的醬 嗯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我昨天做的那个东东啊 因为它这边就是低消灭感 还要再点准备饮料 然后我点的是大姐 大姐 大姐 然后香气也很浓厚 好喝 真的好喝 它的奶茶 这个也是很多人来都会点满 因为我之前也蛮常点满 奶茶的奶也是还蛮浓厚 然后茶味也很重 台队就还蛮喜欢这个奶茶 我自己就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它牛奶味有点太重 因为我比较想要茶味重点 那等一下我就会去逛一下这个桶 然后再看有档花 因为我其实来这边主要目的 第一就是哈巴斯 真的是很久没逛 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可以拍 对等下我会误一下 看它可不可以让我拍 为什么三角锥是白色的 这三角锥好看太多了 五亿两品的三角锥 而且旁边它这个桿子还是这个蓝色圆圈的 好看很多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啊 我觉得它可以整个大堆 哦 它可能没有尺寸啊 它可能没有尺寸啊 它可能没有尺寸 还是蛮好看的 嗯 这怎么那么小 这好酷炫喔 你一看 你看它 你一看 你看它 你一看 它它都给你一看 它都给你一看 我看它 你一看 它要跟它 你一看 有点 可不是 你一看 看它 看它 天啊 剛剛看Captal的那個項鍊 我記得應該是叫月牙嗎 那個項鍊真的很屌 我得好好思考一下 沒有預料要花那麼多啦 因為9萬多日幣其實可以買滿多東西的 就像我看中一些外套大概7萬日幣 而且它不是純銀的 它是混合材質的 就有一點卻步啦 因為想說如果它是主要成分是銀 譬如說925銀之類的 我就覺得 乾它覺得超值 可是我覺得925銀應該也不可能賣那麼便宜 真的是有一點心動 不過我還是買了一個小小的東西 意外看到的小小東西 我以為是別針 結果不是別針 就決定要買一下了 這是本來我本來的項鍊 六本木這邊有兩間Captal的店 有一間店我們買東西 然後它就說可以讓我們拍 另外一間店它就說不能拍 可是另外一間店我沒有買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原因是因為這樣 食品是很屌 來東京 一定要去Captal看一下 所以我來六本木就是逛Captal Sahabas 最主要就是這兩個墓地 我之前幾乎每次來六本木 都是做這兩件事而已 小心啊 小心啊 嘿嘿嘿 他在搞笑 搞笑 他在搞笑 搞笑 我們到這個 富士山海了 它這另外一種形式的餐廳 好像只有三間還四間而已 然後它是開24小時的 而且它有很多被壽司料理 壽司我覺得是比較少 只有四十幾種的 它弄得比較像家庭餐廳的感覺 而且它24小時 所以我們就是逛完 我們剛剛八點多 然後就走過來吃這樣 我吃這個 蛤蜊肉系捲子 我吃不太出蛤蜊肉的味道 然後這個我來吃蟹膏 我每到一個地方一定會吃蟹膏 因為我很喜歡吃蟹膏 很多蟹膏吃起來都有一種壞味 然後剛剛凱莉吃這個 她覺得很強 她都沒有吃過比這個好吃 有點誇張 非常好 好吃 真的超好吃 有非常濃厚的蟹膏的鹹味 很濃好吃 而且還不會有乳味 這個真的是好吃 如果我來吃一定要點自己 很好吃 媽媽姐 這是什麼魚 鱈魚 這個吃起來真的是鱈魚 這是西津燒鱈魚 這是西津燒鱈魚 它是用鹽烤的 所以它用鹽巴的味道 襯托它魚本身的鮮甜味 這個真的也蠻好吃的 這個很強 因為它烤的也很濕 通常不會有人用鱈魚 對 而且我自己很少吃到的烤鱈 好 那接著我來吃這個 中的脫肉 好吃耶 一般而言 我脫肉沒有特別喜歡吃很平的那種 因為我想要吃有一點肉的香味 還有油脂的甜味混在一起 然後這個中脫肉 它的鱈魚肉本身的香氣 還有油脂的甜味都爆料 真的很好吃 這個也很好吃 真的厲害耶 我來吃最基本款的鮭魚 嗯 鮭魚好吃耶 應該就是說 我覺得它的壽司吃下來 它讓它的魚肉有一種軟化的感覺 所以它吃起來不會有一種冷凍的硬度 它還保留肉原始的那種軟嫩感 它的纖維很細耶 我不會形容 鮭魚吃起來說有鮭魚香之外 它的肉等那種軟糯不一樣 這個很好吃 冰淇淋讚讚 為什麼冰淇淋 然後你中那個 它是吃手捲 我來吃吃干貝 干貝的纖維保養最好吃 我來吃蝦子 這是它的大腸 對 蝦的鮮味全然 冰淇淋讚讚 很好吃 然後 它自己一定要買喔 最後一種這麼點的 這應該是烤筆木吧 雖然我覺得烤筆木真的很容易很好吃 哇 好吃 好吃 油脂烤出來的焦醬 冰淇淋 冰淇淋 那每一個我都覺得很好吃耶 跟我以前第一次吃 刺激山蠻是一樣的 我就刺激山蠻是一樣的 我就刺激山蠻就是好吃的 我們有點最瘦的味道 還有 凱替點是最美的 那最美的 那最美的我沒有吃啊 因為我不想吃那麼美的 然後可是凱替點是 好 吃嗎 就是中介於中介 它味道的香味很濃 好吃 所以我沒想到這家這麼好吃 我真的是蠻推薦大家的機會來吃 就是想吃壽司 可以排隊一下 我真的有吃過很厲害 所以去排 美德利也蠻好吃的 但是跟這個比起來 我覺得這間會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比起來我覺得美德利也可能沒有這間好吃 可是我美德利也只吃一吃的 因為我那次有點said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不然等我下次吃美德利再評測一下 吃美德利好吃 因為我記得我那次吃美德利 我吃蟹膏肌 我記得是好吃的 我記得我吃海膽 我覺得它有一點 我不喜歡的味道 所以它真的 對 它就可以來 剛剛發生一件很蠢的事 吃完的時候我要把相機關起嘛 因為我可能按太大力 我的相機就要倒下來 所以我為了去扶我的相機 相機的腳架打到我旁邊的塔 打翻之後就弄到我的衣服 乾脆拍一集算了 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景點 我還要再查一下大家怎麼辦 反正我這次來日本也沒有幾天 回去大概用清水再沖一下 我真的有點蠢 樂極生非 然後他就說 沒有 到最後我就想說 蛤?沒有看到歐克風 然後我算了 而且他還是中國人 到最後我聽你在旁邊看到 誰? 我自己旁邊看到一整排的歐克風 我傻眼 然後到最後結帳也是他 我就說這個就是歐克風 他說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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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今天影片到這裡啦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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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從我們要去飯店的路上 就看得到東京鐵塔了欸 現在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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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好 也沒有每天現在才第二天 昨天啊 才昨天啊 昨天太累了 昨天啊 昨天啊 好啦 我們回家啦 好不知道怎麼講叔叔說的 不知道 鏡頭沒歪歪 好算了沒關係了 我們累了 現在已經11點40超晚 我們剛剛去吃那個壽司 真的很棒 可是壽司的最後我打翻就差 我剛剛有錄了 超蠢的 好好笑 真的很好笑 然後又整個大傻眼 他想說完了 該不是我嗎 不是我打翻了吧 我之後問他敢講 他說他當時是想說 我還想說爸爸是不是會哭 哈哈 不是我說起大鍋啦 你不是會哭嗎 你有說會哭 沒關係 我們現在先趕快來 因為我剛剛吃得很飽 所以簡單開箱一下 我們要當作小月的 因為很飽 所以吃不了很多 那我們先開這個 物業銀座商店間買的布丁 而且這個布丁 肯定還看到當月獸星可以打九折 所以他就給他護照 還真的打九折 我本來還想說是外國人真的可以嗎 他就祝他生日快樂 然後就打九折 祝他生日快樂有這個用 欸 太近了吧 太近了 我們應該拿我家裡的布丁上去 然後大老元奶帶來這裡 看這 這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整個是濃稠狀 這喜歡不是我嗎 那個是愛 就跟那個大佛固定一樣 都濃稠狀那種 大佛固定 因為每次在外面吃 我都沒辦法很好品嘗 他的缺點就是他太甜了 可是他的牛奶 他牛奶香氣很濃厚 真的 這很好吃欸 他加我一個手錶 那個 我們只是覺得看起來厲害就買了 我們沒有查 這個真的很好吃 嗯 是不是很好吃 這太瘋狂了吧 這在台灣應該當然排隊 可是為什麼 可是那邊都沒人排隊 欸 真的很強對不對 這太好吃了 這個真的很強 這一吃就是 你看這個布丁 真的是很值得當布丁裝賣店 他整間店只有賣布丁 這個是紅茶口味的 伯爵的香氣非常的濃 這個我們就正在吃奶茶 這個 好吃 這個 真的很意外 我只想都隨便買 我覺得比甜甜圈還要好吃 那邊最好吃 就是炸雞跟他了 Cooki 什麼他說什麼 他是想要學我 Cooki 他是肉 他是肉 海地有講說 他要買義務出國的 就是果汁 今天我們去 過研究的超商 有找到這個草莓口味 還蠻自然的 我很少會找到草莓果汁 這個還不錯 不會很甜也不是很酸 然後草莓味我覺得蠻適重 而且也不會很假 這個真的不錯 是好喝 Seven的Royal Milk Tea 我們住這附近的Seven 竟然沒有這個奶茶 這應該就是 我之前講的Seven 最好喝的奶茶 可是換過一次 之後等再一次了 看有沒有找回當時的回憶 會不會 怎麼有個味道 怎麼有個味道 他奶味是不是不重 他換過一輪之後 那一個我覺得勉強可以 然後這個可能是第三輪的 因為已經這麼久 這個 你知道了 我們明天偷到去拿把 你怎麼放回去 哈哈哈 你會覺得就是 喔就是日本的很多 很常見的罐裝奶茶 的其中一個奶茶 我覺得 比紅茶花磚 他有無口紅茶的奶茶 還有普通 可是之前的話我覺得 他是遠強於他們兩個 那這個他已經變成一個 普通的奶茶了 真的超失望的 好那今天這個是 而且還買兩個 對而且還買兩個 F&T的奶茶 這個我們來喝看看 他就只是 剛剛那個奶茶 換成另外一種伯爵口味 可是我覺得比較好喝 因為這個還有伯爵香 我這個期待了一整天 而且我們那時候想說 一定很好喝 買了兩罐 那我真的很失望 BOSS的水果茶 這我沒有看過 這罐子滿漂亮的 對啊 這罐子滿漂亮的 這幾個開著可以做香飯了 淡淡香氣 而且不會很甜 這個好喝 淡淡的水蜜桃淡淡的葡萄香 的水果茶 為什麼這裡所有都是好吃的 哪有 這個就反而不同 午後紅茶無糖 然後是檸檬口味的吧 我這好像沒有喝過 我這也喝到的都是油糖 很像在喝檸檬水 我們來跟著醬耶 可是就是 我們來跟著醬 偏淡的一點的檸檬水 我們來跟著醬耶 我們來跟著醬耶 那我們這個宵夜開箱 就大概這樣 很快 因為肚子很敗 因為我們剛剛在吃熟悉山脈醬 它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好吃 你的菜還是 沒有啦 他要接受他自己買的甜點 可是我們沒有要接受 我們沒有要吃 這個是凱莉 這是瓜牛買的 他們的人物化的這種LOGO 都太強 小熊餅乾 是起司火味的嗎 在說小時候 我是這好像台灣小 沒認真看他買 他說媽媽 這個是聖誕節版的 我想說好吧 這很像雪吧 好我們來聊一下今天好了 今天早上 本來想說要很早到 巫月營作 因為巫月營作商店那邊 還有一個神社 我們是9點半就出發喔 可是我們10點半才到喔 9點半 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 跟昨天一樣 因為從品川站 往新宿這個方向的JR的環狀線 它停止了 轉車的站就有點麻煩 花了蠻多時間的 所以我們10點半到 可是10點半到 巫月營作商店街 竟然非常多人 就是在 還沒完全開啟的時間的時候很多 因為我那個時候查 我們想要去的店 大部分都是11點開啟 蠻特別的 所以它那邊應該算是一個 蠻紅的商店街吧 而且它其實真的很好看 對 它最特別的是 它不是那種有棚的商店街 但是它整條路 它會一直播音樂 所以它已經裝了超多喇叭了 它音樂是會換的 是會讓你覺得就是蠻輕鬆舒服的 可是下雨天就不能去耶 它又沒有飯吃 對 我們去那邊吃了幾間店 我們都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 所以商店街很長 然後 它還有 兩家買取店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去那邊 逛蠻多東西 也有看到我試穿一些衣服 比於我想像中還要多 而且 溫潭它逛多久 沒有白金站 它跟我說半小時吧 沒有 我剛剛說至少 我剛剛說至少 至少半小時 找不到人 我剛剛說至少半小時 我剛剛說至少半小時 大家看前面就有看到 所以我那邊真的花了蠻多時間 那今天的定價呢 真的是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商品的新舊就是 差也蠻大的啦 而且有一些我看到的 我也沒有拿出來拍 尤其我比較不爽 我覺得它那邊比較少 高單價的東西 像是Second Street這邊呢 它就有蠻多 現在可能會比較流行一點的 日本設計製品牌 然後單價會比較高 如果你有到這個 護月銀座商店街 就可以也順便逛逛這兩間 我只是不懂 為什麼這兩家連鎖 都會開在護月銀座 這蠻酷的 對 我覺得蠻酷的 總之我覺得真的不錯 對 但是我覺得它整個商店街 掛起來很舒服 蠻多不少吃的東西 吃起來也不錯 再加上你又有兩間 買取店可以逛 接著我們逛了護月銀座商店街之後 我們就想說要去新宿 但是 我知道 等我們錄完 從護月銀座商店街到過去的時候 又遇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JR環狀線到新宿那邊沒有開 更奇怪的是 我昨天用我的APP在那邊查 它是有顯示這個問題 今天查它沒有顯示 所以它叫我們搭JR 去JR的時候它明明還是沒有開啊 所以我們又繞了一堆路 最後我們就想說 幹 我們現在繞太多路去新宿也沒有很早 那不如我們去一個我們 時辰比較抓的比較鬆的地方 我們就是去六本木 去適合哈巴斯 然後去逛了KAPTOE KAPTOE KAPTOE帥 東西真的很棒 大家看前面看到真的很帥 然後最後我也買了一點東西 先賣個關子 不要跟大家講我買了什麼 前面只買了一個 我只買了一個小小的東西 凱蒂也買東西 凱蒂也買東西 凱蒂買東西比我還快 沒有錢 我還想買那個項鍵 幹 這項鍵真的很帥 真的猶豫了一下 不知道我這幾天 會不會真的很衝動把它買下來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帥 好 然後最後就去 蘇西山盤然後就回家了 蘇西山盤很好吃 就前一趴嘛 大家就看到了 行程差不多就這樣了 我覺得最痛苦的是 我們就是來日本之後來五天 所以最後一天是坐飛機嘛 我們現在等於已經過完旅程的一半了 三天半可以玩而已 而且來那麼短 你就會覺得時間真的不好用很痛 好 你等我們一下好不好 而且買東西也會更衝動 因為會覺得要回家了不能買了 你是真的蠻衝動 你買了蠻多東西 還好吧 我還沒 我只買了一件衣服欸 喔對啊 我今天會員就買了雪店 我真的有買到東西了 可是買很少 但是這個也先賣個關子 賣包子 賣包子 直接拍一集日本戰利品開箱好 那我可以叫妳拍一集啊 反正妳有買 我沒有啊 欸妳買的品牌還沒有多 我沒有要拍 妳可能要拍兩集 不用喔 可是還沒過完這兩天說不定我會買到 我明天又要加把勁 要再買更多 因為明天我們要去青山跟遠樹 主要是我會比較喜歡逛的地方 他把明天給大家看我的橡皮飯 好 明天再給大家看 對 他今天去買角落生物 對 而且要自己拿個錢去付錢喔 我覺得已經長大了 我還欺負我還要收拾包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這樣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 一樣我要幫兩個小孩洗澡 有夠累 昨天我還弄到3點 因為我還要用電腦 我只有3點才睡 真的超累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不要錯過 我們是家庭兄弟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按讚 我們還是要記得